不过除了看精彩的赛事 有没有让你开始回想自己多久没运动了呢 因为疫情警戒的关系 健身房跟不少公司行号都改成了在家上班 但这样一来也造成上班族 腰围是越来越宽 肥胖比例变高 人力银行调查有超过五成上班族觉得自己胖了 统计平均每周的运动时间少了三成七 不少上班族疫情宅在家 当个称职的沙发马铃薯 饮料零食是标准配备 但是您有多久没运动了呢 根据调查原本上班族 平均每周可以花的运动时间是62.5分钟 不过在疫情爆发之后 缩短到剩下39.3分钟 足足少了百分之37.1 可能是一个小时了 现在大概是二三十分钟了 不少上班族都是在家上班 或是假日的时候也宅在家里面 那变成说加上外头的健身房 也没有开的一个情况下 超过一半的上班族 自认体重是增加的一个情况 根据人力一号调查 在本土疫情爆发之前 完全没有运动的比例 只有16.5% 但爆发之后 不运动的却攀升到29.9% 不过最近全台都在封奥运 上班族也不晃多让 调查有八成一个上班族要关注今年的东京奥运的一个赛事 变成说可能运动量算是减少 不过关注体育赛事的一个热情是增加的 根据调查上班族封奥运 就有63.5%因为熬夜看比赛 上班时精神不好 还有34.9%则是因为关注比赛 在耽误工作 另外百分之十八点一 承认曾有请假 就是为了要追比赛 随着全台警戒降回二级 健身房也重新开放 不少上班族希望能够恢复之前的运动习惯 就是不希望自己的腰围 随着在家时间越来越久 也跟着越来越宽 华选外山洪西域台北报道